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正德年间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城内 有个做瓷器买卖的商户人家 户主姓万,叫万德财,人如其名 的确是家财万贯,靠做买卖得了许多财 在苏州城内也算是小有名气,人称万两金 只是遗憾的是,万两金虽然事业如日中天 比较成功,但生育工作却做得比较差劲 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就快要知天命的他 膝下只有一女,没有儿子,要知道 在过去,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富商大户 如果没有儿子,说轻了,叫不孝 若网中了说,就是断了香火,后继无人 可是这万两金却非常乐观 按照他的说法,谁说姑娘不能继承家业的 儿女不都一样吗? 看看人家这思想境界,即使放到现在 也是翘楚般的存在 却说,这万两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女儿万采云六岁便有了专门的教习先生 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一样都不拉 琴棋书画,针线女工也是一个都不少 妥妥的立体式教育,全方面发展 时光匆匆,岁月如缩 在万霸不遗余力的精心栽培,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学艺术熏陶下 十六岁的万采云不但出落的亭亭玉丽,鸟鸟挪挪 且举手投足间都会自带一种温文尔雅,墨香文韵 就气质而言,在整个苏州城所有的同龄女子中 若万采云称第二,便不会有人敢为第一 一句话,万采云就是那李清赵转世,苏小妹重生 白居易说得不错啊,天生励志难自弃,一招选在君王侧 随着采女万采云的名声越来越大 响意赌其风采的人是越来越多 万家大门口也从原先的门口罗雀,摇身一变 成了现如今的门庭若氏 这些慕名而来的男粉丝们 除了极少数纯粹是为了文化交流的大叔们 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带着双重目的小年轻 他们虽然文化层次不同,水平各有高低 但目的却是惊人的一致,以文交友 简称,文交 走南闯北,深谙世道的万两经 哪里会看不出这些小兔崽子们心里的那点花花肠子 只不过,现如今女儿的确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 招风影蝶其实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换个角度来说,这不正说明自己女儿有魅力吗 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听听女儿的意见吧 万两经如是想着,便委婉地对女儿说道 彩儿呀,本来有些话是应该你娘跟你说的 可是你娘死得早,我这既是爹又是妈的 便不得不说了 就一句,你,你将来想找一个咋样的人啊 爹 万采云文言后,立刻羞红了脸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担着吧 然而,万两经却是丝毫不介意 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万采云何等聪明 他知道万两经这是话里有话 当即也不再惺惺作态 而是柳门一间,大大咧咧反客为主道 爹,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万两经笑着点点头 呵呵,知父默论女啊 那我就直说了 我看门外站着的,就有几个不错 不知你意下如何 万采云文言,洋装不悦地瞪了父亲一眼道 爹,你把女儿当什么了 女儿打小便饱读诗书 虽谈不上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可怎么也算是个文化人吧 既然是文化人 当然也得找一个与我差不多的文化人吧 万两经似乎早知女儿会有此一说 只是轻轻捋了一把胡须 不慌不忙地应对道 看那些年轻人举手投足皆温文尔雅 书生义气 不正是女儿口中所谓的文化人吗 万采云文言,扑呲一笑道 爹,你真可爱 难道头戴方巾,脚踏方靴,操着一口书生腔的便都是文化人吗 这 万两经无言以对 万采云脸著笑容,趁热打铁地说道 自古烂于充数者不胜美举 父亲应该不会将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就这么交给一个名不负实的坚望小人吧 万两经眉头紧锁,神色复杂地点点头道 女儿说得不错,倒是为父疏忽了 万采云玩耳笑道 爹,这也不能怪您,以次充好的毕竟只是少数 女人略意观察了一下 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 哦 万两经狡黠地看着女儿笑道 看来你还是中意那些人的 爹 万采云再次鼓起了腮帮子,装起了生气的样子 好好,爹不说了,不说了 想来,你定是有了主意 万两经意味深长地笑道 万采云点点头道 爹爹不是想招一个上门女婿吗 古有比武招亲,那我们便来个对联纳叙 爹爹,就将自己的想法 仔仔细细地与万两经说了一遍 第二天,万两经便就开门见山的对门口 一众才子们高声说道 本人万得才,人称万两经,做瓷器买卖的 在苏州城也算小有名气 不才家中有一小女年方十六 自幼饱读诗书,才貌双全 经万谋有意朝一贤婿 要求有二冒号一,年纪十六至二十五岁之间 品貌上成者 二,对出小女所处上帘 山剑侵权留不敬,且得到小女认可 凡达到条件,且有意者皆可将写好的下帘 于今日明早前送至万谋手中 我有意 好,我来 小生愿意一试 万两经话音刚落 中才子们便迫不及待了暴露出了原有的本性 当即便有几人报了名 或许大多数才子都认为 上连山剑侵权留不敬 好像一句打游诗,没有任何难度 放个屁的时间都能对出好几句 太简单了 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首先山剑侵权是看起来权式名词 但侵权却是一个修式名词 加上留不敬一个动态名词 想要完全对偶 着实并不简单 再者,这山剑 清泉与留不敬还另有深意 即,清泉为何留不敬 因为有来自大山深处 无尽山剑水的蕴藏保障 说白了就是 清泉之所以能够一直存活到现在 与大山是分不开的 隐身意一级 清泉就是清纯高洁的万彩云 而山剑就是万妇 整个上连所映射的意思 即,没有万妇的昨日 就没有她万彩云的今天 想要成为万家的东床家序 就必须孝顺万妇 养她的老 所以,此连看起来简单 实则并不简单 第三天,万家大宅中 万彩云正认真的翻阅着 万妇昨天自门口一众才子手中 收集到的一达夏莲 一位姓刘的书生 夏莲是这样对的 临终松伯长年翠 除了临终能够勉强对上山剑 于下接不能呕成 松柏纯名词 长年翠则更不行 完全就是一个静态名词 万彩云摇摇头 只用了一个呼吸时间 就将刘公子所对夏莲给丢掉了 接着,他又看了一副远房表哥的夏莲 湖上云雾印松海 万彩云脸色很复杂 表哥这些年怎么一点没有长进啊 意境倒是不错 颇有点飘渺仙境的感觉 可云雾明明就是两个名词 最大的败笔 信手将表哥的对联丢掉后 万彩云又饶有兴致地拿起了隔壁老王 刚上任不久的江阴之县 号称小唐瓶写的夏莲 想看看这王小敏 到底是真唐瓶还是贾伯虎 临终寒风迎面吹 万彩云轻声迎送着 脸上渐渐有了一些月色 临终对山剑 寒风和清泉 迎面吹配流 不禁两个都是动态名词 好呀 很工整 很不错 可惜 可惜 他这股寒风吹得不情不愿啊 不能够接受父亲 什么都免谈 轻轻地合上隔壁老王的夏莲后 万彩云显得有些惆怅 难道是他要求太高了吗 接下来 万彩云又翻看了几幅对联 但皆不如人意 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更有一个叫李二狗的登徒子 居然对出了 彩云二狗入洞房的奇葩夏莲 差点没把万彩云给气吐血 就在万彩云失望透顶 准备放弃之时 一张忽然被风吹落的破纸片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张一看就是只能被有钱人家 用作卫生纸的破纸片 一开始就被无情抛弃在了八仙桌 最不起眼的另一头 不过这也难怪 谁会用一张卫生纸去写对联 除非是连一般纸都用不起的穷书生 若不是被风吹起的那一瞬间 破纸片显出了真容 那一行足以媲美受精体的绝美书法 恐怕万彩云永远不会注意到 桌子上竟然还有着一张卫生纸的存在 轻轻拾起破纸片 万彩云很快就被卫生纸上的夏莲惊验到了 风鸾着雾去海来 落款式目督无秀才 风鸾对山剑 着雾和清泉 去海来配留不尽两个都是动态名词 公正 严谨 毫无瑕疵 最重要的是这夏莲所表达的意思 再清楚不过 着雾为何去海来 因为有来自风鸾间无尽阴云的蕴藏保障 说白了就是 着雾之所以能够一直存活到现在 与风鸾是分不开的 隐身一级 若着雾是无秀才的自嘲 那么风鸾就是对无母的尊称 整个上连锁映射的意思级 没有无母的昨天 就不会有她无秀才的今日 所以必然会去还来 她无秀才不管做了谁家的上门女婿 也必然会回到母亲身边 赡养 照顾她 因为那是她的责任 应尽的义务 永远都无法撼动 万彩云仿佛看到一双坚定的目光 一颗永不言弃的赤子之心 渐渐的她的眼眶中有了些许阴云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此等孝心 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 三日后 对连纳旭尘埃落定 目睹无秀才笑到了最后 赢得了万彩云的芳心 成为了万家的东床家旭 后雨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菱形蜜蜜逢 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辉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有空便常回家看看 哪怕是打个电话 也不要把遗憾挂在嘴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